热狗一直是大家心中说唱戒的老大哥 常常用纸白的歌词揭露和讽刺各种社会现象深受粉丝喜爱 最近他推出新专辑先是有一首NFT C不在暗讽城09 Dirty引起热议 没想到这次更又直接惹怒两位超人气女星的粉丝 他的一首Ladyboy中写道 小心我把你当的凳子只有爱又恨死你 你是我的Andreola Baby还是Baby有美币 不只大碗凳子起谐音梗 还直接点名Andreola Baby 歌词内容也颇为低俗 让大批粉丝感到相当不满 涌入他的微博直批他真的很不尊重 问他没有侮辱女性的词就不能押韵 不能写歌了是吗 就连Andreola Baby的助理也开呛 不好意思不是你的Andreola Baby 还配上了结不吃你这套的梗图 先起讨论热潮 而郑子齐方面则没有对此特别出面 不过也有网友力挺热狗 说他本来就会把其他艺人写进歌里 不用太小题大做